喜欢吃呛伴莲藕的你 一定要学会这个做法 酸辣爽口 做法简单 保证你一学就会 首先 我们把新鲜莲藕用水洗一下 然后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然后放入清水中 洗掉多余的淀粉 接着 水开下锅 加入白醋煮20秒 这样能让莲藕吃起来口感更脆 而且不容易发黑 煮好后 捞出来放冷水投凉 接下来 我们来调个料汁 碗中放入干辣椒 葱段 姜末 蒜末 花椒 盐 白糖半勺 白醋一勺 芝麻油 用热油炕香 激发出香味 最后 把调好的料汁倒在莲藕上 用手随便抓紧下 让莲藕充分吸收料汁的味道 这样拌得莲藕酸辣爽口 好吃又解腻 非常适合夏天食用 这道炕拌莲藕的做法非常简单 但是味道却非常美味 是一道非常适合家常的美食 如果你也喜欢吃炕拌莲藕 不妨试试这个做法吧